我的天哪快来看 居然有电动车成功挑战珠峰108拐了 这还真不是我大惊小怪 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地区出发 骑行30公里跨越100多个发桥弯 垂直海拔攀升超过了1000米 路上最大的坡度甚至超过了20度 这对于车子的电机电池电控都是不小的考验 还真不是常规电动车能做到的 但是新日双新双动力系列换F9真的是做到了 你是不是在想这车真有这么强悍吗 我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新日换F9拥有最新的双新双动力系统2.0的加持 能够自动适配动力曲线 简单来说就是频路更手电 爬坡更有劲 骑起来就能感受到新日换F9它的动力不同反响 提速迅猛 超车干净利落 最高时速轻松骑到近60公里每时 相比那些搭载800瓦电机所谓的电膜来说 新日换F9才拥有真电膜的提醒体验 还有堪称越野级的爬坡性能 现在我面前这个坡度目测大概是15到20度 够懂了吧 现在呢我直接从坡底速度0出发 毫无压力 如此优秀的表现源自新日和诺贝尔专家深度合作的超导电机 有1200瓦和2000瓦电机两种配置 电机内部磁缸拥有稀有金属的成分 可以有效提升电机扭矩 真就硬了那句话 新日掌握动力和人形科技 并且在5000元不到的价位 这台车就给你72伏36安的大容量10磨系电池 如果是上下班待步的话 一周一充电都没问题 9090-10的粗壮真空胎 配合前后双叠杀 安全性毋庸置疑 前后液压点阵 更是能带来舒适的骑行体验 在一天辛苦的工作结束以后 能够又快又安全的骑车回家 也是一种幸福 你说呢 在外观上 大气简约的线条也勾勒出不凡的气质 我这台复古英轮风就比较百搭 它还有更为沉稳深邃的战剑灰和耀叶黑两种配色 那两种配色就比较适合酷酷的男孩子了 朝亮黑夜的每一处细节 看得见才安心 大安座 大空间设计 无论是待人还是载物 都是轻松应对 手机智能APP 时刻守护车辆的状态与安全 蓝牙无感解锁加电子安坐锁的组合 彻底摆脱钥匙束缚 也彻底摆脱忘带钥匙的烦恼 真正的无感吸引体验 除了刚刚说的那些看得见的以外 新日幻影F9还对减震 轮胎 控制器等时 三大部件全面升级 这一次的珠峰之行 就是对这台幻影F9实用性 耐用性的佐证 同时也证明了双新双动力系统的强悍性能 总的来说 在5000元不到的这个价位里 新日幻影F9是 为数不多拥有良好品质 与提醒体验的真建模产品